在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浅墨县 金昌鱼 石斑鱼 乌头鱼等十万维海鲜鱼 在沙漠中饲养成功 成活率高达99%以上 在沙漠中养殖海洋鱼 不仅要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 还要对沙漠环境进行巧妙利用 养殖团队通过沙漠盐碱水还原海水 再配上恒温技术才能成功 据了解 首批海洋鱼在6月份投苗 目前涨势良好 将于年底大量上市